美國國務卿希拉尼哈林頓說 聯合國安理會並沒有通過譴責敘利亞殘酷鎮壓抗議平民的決議是推卸責任 希拉尼哈林頓在星期三並沒有點名指出俄羅斯和中國 他說有兩個國家必須解釋否決敘利亞人民的理由 莫斯科和北京在星期二阻止了一項由英、法、德和葡萄牙四國起草的決議引發美國和歐洲不滿 這項已經淡化的議案內容只包括 如果大馬時甲繼續用軍隊鎮壓槍道改革的抗議者 敘利亞將有被制裁的可能 在星期三法國外長朱佩譴責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是屠殺人民的獨裁者 並誓言支持要推翻獨裁領導人的敘利亞人民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國際社會承擔著阻止敘利亞繼續流血的道義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說土耳其政府將會對大馬士甲執行自己的制裁 但敘利亞總統的一名高級助手對發生社說 俄羅斯和中國與敘利亞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為政府提供了實施並且加強改革所需要的時間 使用者 Burtonism 市政府談論 認為 soy 從 施生 武 從 3 兩